三十公民 陈于土 八千里路 云和月 球们好 我是爱与客蔡师兄 欢迎收看师兄砍球 今天要聊一位师兄非常钦佩的球手 他经历过刻骨铭心的失败 是马来西亚丢丝汤杯的罪人 他经历过自我救赎 是大马史上第三位获得市井赛奖台的男单 他是缺乏团队支持的自由球员 男版独行侠孤胆杀手刘国伦 一个33岁的老将 在刚刚结束的泰国赛 战胜了年轻十岁 世界排名第三的丹麦小王子安东生 有点意外 有点看透 师兄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刘大仁的四方球布局 让安小弟身陷其中不能自拔 一重尝试 一重关 刘大仁的四方球 按理一 第一局 0-0 一开局 刘反拍拉开 比赛进入四方球的节奏 安速度占优 刘耐心控点 相持中 安抓住一拍后场机会 提速下压 撒家推 刘反拍过度直线 节奏又回到四方球 刘再往前推出一拍高质量过底 安被迫过度 这球线路不错 但速度略慢 刘拉高点 勾球得分 知识点一 两种突破逻辑 四方球突破和强攻突破 前者是在追求弱点的基础上加质量 比如把球打得更边更快 后者是在追求速度的基础上加质量 比如暴杀时杀得更边更坚 遵循第一个逻辑 就不难理解刘的三次投底都选择了反拍回球 如果不准备全速博杀 就没必要换正拍 用反拍既能节约步伐体能 又能打出想要的弱点 知识点二 从弱点到线路 弱点与弱点相加 即组成线路 留的线路主要就是靠对角球来拉扯安东森 反拍抛高加勾球形成对角线路 挑球加接纱形成对角线路 推球加勾球形成对角线路 最后的得分 安东森虽然上的是直线 但依旧是先往对角回动再转直线 也可以看作一种变形的对角线路 知识点三 从击球点判断谁出球占优 这个回合同样是头顶反拍 安东森用了两次 其中有一个细节 即安东森的第二手反拍 是过顶加降点处理 这是一个比较难受的姿态 果然回球质量差了一点 留大人抓住机会 强点回勾 质量上层正好落在安一步之外 按第二 第一局3比1 一开局 安接偷发提速 杀加推条 留反抽过度 安接抽转对角 这一段速度很快 有点对攻的意思 接下来留挡网 拉开 逐渐打回四方球节奏 期间两次回头球 让安不知不觉慢了下来 你慢我快 留提速杀直线 杀加推条 又回到四方球 再次利用回头球 让安陷入过顶加降点的被动 最后抓过度轻巧一篮 错开安的跑动得分 这个回合 留大人的四方球 就像一张无形的命运之网 让安小弟深陷其中 无法自拔 安不冲就转进网 安想冲就快速顶回头球 安想站稳 前后坚固 就高质量拉扯 逼你冲起来 这个回合展现出了 刘大人细利的手法 以及对对手走位的充分预判 按理三 低局8比3 一开局 刘连续控制安头顶 接着前后拉开 安提速下压 打出了一轮杀上了 沙加铺球比较正 刘抛高摆脱 安二杀 沙加放 刘继续拉开 反复控制两底线 安三杀 这一派刘接杀质量非常高 插网而过 安失误 前面的四方球 更多是在拉掉相持中 这个回合 刘大人把四方球运用在了攻防战中 安作为年轻余辈 选择提速先攻 是很正确的思路 可惜有速度没落点 依沙加铺都在刘手面 没有把刘打动反造成自己后仰 二杀不得已降速 刘借机加质量 把节奏降了下来 同时把空间拉开 三杀速度有所恢复 但落点依旧一般 刘借着手感把质量加到极致 转进网得分 知识点一 拉开的两要素 向后过顶 向前贴网 要想拉开对手 向后主要做好过顶球 避免对手半场拦截 向前做好转进网球 避免对手抢高点 知识点二 快过与慢过 同样是过顶 有快过与慢过之分 两者区别 主要在出球弧度 快过 弧度平 飞行时间短 留给对手时间少 慢过 弧度高 飞行时间长 留给对手时间多 知识点三 快过的两种情况 同样是快过 也有区别 注意 这里的快过 指的是对手在中场启动的瞬间 而不是最后击球的瞬间 最理想的过点是导致其降点或后仰回球 退而球其次 是令对手没有完整的转身发力空间时间 按理是第一局10比6 一开局 双方相互拉开 安平高球很快 逼迫留降点过度 留降点不降至 过对角非常贴网 接着连续的对角球拉扯安 安抓高球提速下压 撒加推 留半场拦截 反逼安起球 留提速撒加抽再拉开 回头球控制安头底 安二撒撒加挑 留二撒撒加推加推 连续大对角撕开了安的防守 这已经不是单纯的四方球较量了 双方都在四方球的掩护下 融入了变速突击 安的提速还是可以的 基本上把刘逼到了反应的极限 刘的进攻 落点做得更好 有点在加速的掩护下 打回四方球的味道 这是刘高明的地方 既把速度加了上去 又发挥了自己手法细力 线路多变 落点精准的优势 案例5 低局16比10 一开局 安重复控制刘头顶 刘不慌不忙 连续反拍过渡 急而拉开 换做刘反复控制安头顶 安提速突击对角 刘借力一胆 分边线得分 一个典型的四方球套路 高质量的反拍过渡 高质量的推调底线 高质量的接杀档王 每一拍球都既有落点 又有质量 最后等到安东森加速 再利用大对角 让其埋葬在自己争夺的节奏中 案例6 第二局4比1 一开局安抢推加勾球带节奏 刘高挑跟随 接下来斜线对斜线 刘被动过度降点不降力 抛高后场 这球非常边直飞底角而去 安东森因言挑战 刘国伦压线得分 不得不说 刘国伦作为33岁的老将 体能比不过24岁的安东森 但手感在线是完胜小将的 整个回火 双方都是利用对角线路 调动对手 从击球点来看 刘稍显被动 但刘降点不降致 被动中还能保证精准的出球质量 案例7 第二局8比3 一开局 双方斗网 按勾球 刘抢错 接着沿左区边线相持 刘陷入低手被动 却突转对角 接着抓回放 扑球得分 看似很简单的一个回合 每一拍都在暗中较劲 低拍 刘的发球是有设计的 没有常规性的走中路 而是偏外驱 线路上架 质量正常 安的回购 线路有突然性 但弧度偏高 线路上架 质量一般 接下来 刘拉高点抢错 质量上架 线路正常 安回推 过底加贴边 线路质量俱佳 刘过度 线路质量正常 安回档 质量上架 线路一般 流转对角 线路质量上架 安回放 质量不好 胜负利分 不然看出 在四方球的较量中 决定胜负的因素 不在于加速能力有多强 而在于 线路变化和出球质量的组合 前几派 大家都互有优势 直到流过度直线 安可以说略战先手 但安的回球稍微有些保守 加了质量 却没有选择变现 留在低手的情况下 大胆一搏 又变现又保证质量 成功带走对手 这是技术的胜利 更是心态的胜利 一个球稳 一个球变 没想到啊 年轻队员在球稳 老队员却在球变 题外话 今天的主题是围绕四方球展开的 很容易给大家一个错觉 就是 刘大人的球风偏软 是类似成龙那种 靠多拍摩学走江湖的球手 但你细品刘大人常用表情 够狠够杀 倒有点蔚蓝的味道 流的四方球 更像是一种战术性的调整 为了节约体能 养精蓄锐 在生死关头奋起一击 好了 今天的分析就到这里 送给喜欢刘伯伦的球友 今天的话题就是聊一聊 刘大人为什么能胜安东生这样的强手 却不能在比赛中走得更远